放心,青测庄一切安好,我和重云分头看守,他在外,我在内,没问题的。 嗯,我的调查也有了些进展。 准备行动了吗? 我们一起行动吧! 旅行者,派蒙,来得正好。 这段时间我四处搜查,找到了有关盗宝团的线索。 除去车折痕迹,路上还有极少量的烟花包装纸碎屑。 我追着线索找到了失踪的货物,却没见到盗宝团的人。 比起逃走,更像是掉以轻心,我猜那里是他们用来囤积赃物的据点。 他们可能认为囤货地点足够隐蔽,就没安排多少守卫。 烟花数量惊人,我想,应该不只是青测庄的份。 放在别处的烟花也遭到了盗窃,所有赃物都汇总在那里。 我已经让驻守青测庄的千炎君,火速赶往总务司报信了。 总务司会召集人手,以囤货地点为中心展开搜查。 既然已经通知千炎君,那应该不用你亲自数码了吧? 盗宝团向来狡猾,也许还安置了别的游击人员。 如果他们察觉到异样,临时把烟花运走,那我们的线索就又断了。 我得盯紧一点。 你,你是不是在想,如果人数不多,就一个人去把他们全打倒? 如此鲁莽不是我的作风,我只想做好侦查工作而已。 不过嘛,现在有你们帮忙,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不行。 认真地考虑起来了! 好,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这群盗宝团应该是想回来检查烟花。 二位,请躲藏起来,我们静观其变。 老大,这么多烟花够用了吧?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就这么点,怎么可能够啊? 可是,老大,要是还想弄到更多烟花,我们就得进城去偷了呀。 实在不行,弄点没亮光只会想出生的那种。 那种叫什么来着?门抱住,就那个也行。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到时候尽可能弄出大动静。 只有把那群千颜军全引过去,其他兄弟才好下手,懂吗? 懂了,老大英明啊,嘿嘿,这次肯定能捞一票大的。 不过老大,兄弟们全出去放售了,留在这儿的人是不是有点少? 放心吧,海灯街有的是事,够千颜军忙了,他们绝对不可能来这里。 所有人,打起精神来,再弄几批货,我们差不多就要…… 老大,老大,老大,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消息漏了,千颜军,千颜军已经来了,还把我们散出去的暗烧都拔了。 要不是有个兄弟点报烟花事情,我都没法溜出来。 老大,我们快逃吧。 千颜军是怎么知道消息的,还来得这么快? 不管了,烟花就放这儿,我们先撤,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拆收。 看来,到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一起上! 敬酒不吃吃罚酒。 再在玉恒星手里,我……我认了。 换我问话了,你们囤积大量烟花,是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我们只是…… 坦白从宽。 呃,我…… 唉,罢了。 这些烟花,是我们预备偷偷运进城里的,我们想赶在海灯街开幕的时候点燃它们。 烟花又响又亮,一旦点燃肯定会引起大乱。 嗯,我们想着,趁机冲进城里,捞一笔就走。 可是…… 可是数量似乎不太够,所以…… 哦,如此说来,你们安排了不止一队人在外盗取烟花,是吗? 呃,是。 原本派了很多兄弟去偷烟花,可突然听说,有个不走心的让分云商会抓住扭送官府了。 我…… 我……我也觉得奇怪啊,有关分云商会什么事啊,我们偷的明明是官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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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呃,总之,我担心这个被抓的小子把整件事供出来。 谁能想到,才没过多久,就……被您带入了。 喂,你们的人刚刚是不是说过,千严君也来了? 是啊,千严君也不知怎么,似乎提前得知我们不下了暗哨,他们无声无息的,几乎把暗哨都给拔光了,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咱们都得被抓。 现在不也是被抓了吗? 呃,这……这…… 看来,千严君是把那个盗宝团的嘴给撬开了,这附近说不定还有盗宝团残党,安全起见,我们先换地方。 旅行者,我想请你帮忙把这批盗宝团押送回青测庄,交给驻守的千严君。 我再检查一番,之后也会赶回那里。 嗯,你也是,稍后我们再青测庄见。 唉……这可是我能弄得的最后一批烟花了,千万不要出问题啊。 您就放心吧,玉恒星大人亲自出马,又有我们在此驻守,保守安全。 所言甚是…… 嗯?旅行者,你回来了。 后头还跟着两个人,莫非…… 深入敌营,实在有些危险啊…… 要是我也一起跟去就好了。 ……别这么说嘛,旅行者的实力你我都知道,不过真没想到,我们竟然误打误撞做了件大好事。 …… 对啊,太巧了吧! 看来,狭者大义本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机缘一到,自会有骑士造访啊。 …… 你……你……你们这两个坏东西,就是你们偷了烟花…… 唉……真是气死我了。 ……您……您冷静啊,总之,人抓到了就好。 ……真是谢谢你了,旅行者。不过,克勤大人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克勤说他担心附近还有其他盗宝团,要在四周搜查一番。 ……这样啊,克勤大人办事果然周全。 ……刚才也有一批千元军过来了,应该是总务司的安排。 ……听说,大部分逃跑的盗宝团成员都已被逮捕归案,我们也可以稍稍放心些了。 ……这几个盗宝团成员交给我们就好,稍后由我押送回城, ……保证让他们和他们的同党一同受审。 ……这么一来,事情也算解决了。 ……虽然很想留下来看看烟花,但我们也该走了。 ……秦秋,你赶着回飞云商会,莫非是有什么工作吗? ……节庆期间,难免有些忙碌。 ……不过别担心,家丁会帮着处理的。 ……再不济,重云也能来帮忙啊。 ……你怎么还给我找事干啊? ……身为好友,这不是应该的吗?忙完才能出去玩,这个道理你总是明白的吧? ……也不是不行。 ……正所谓众人食柴火焰高,只要把工作合理分配给适合的人,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倒觉得,能说回到才是顺利把工作分配出去的前提。 ……唉,好了好了,别介意,忙完我请客。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旅行者。 ……说起来,旅行者,你知道客行大人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带来青色装的第二批烟花数量有限,有些担心点起来阵仗不够大。 ……我在想,要是能把那群贼人偷走的烟花找回来就好了。 ……喂,是爆炸神! ……难道……难道是烟花?是盗宝团干的吗? ……糟糕,那他不就遇到敌人了吗?我们快去帮他。 ……怎么搞的…… ……喂,可琴! ……哎?盗宝团? ……刚才我们听见爆炸的声音了,是不是盗宝团又在用烟花通风暴信啊? ……啊……不,是我看见几个烟花落在地上,就……随手摆弄了一下。 ……没想到,一不小心点燃了导线,没等我反应过来,烟花已经……已经上天了。 ……没有敌人! ……啊……那就好,我们还以为你被坏蛋包围了呢! ……抱歉,让你们担心绝非我的本意。 ……幸好附近没有余档了,这件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太好了,这样一来,烟花失窃案就算是顺利解决了,还好没让那群坏家伙得逞。 ……不然,那么多好看的烟花都被他们浪费了,我们看什么呀! ……对了对了,可琴既然是烟花会负责人,肯定知道烟花的最佳观赏地点吧! ……这是当然,观赏烟花的最佳地点非群域阁莫属。 ……放心吧,我记得我们的约定。 ……不过现在,我得去一趟总务司,给烟花按收尾。 ……相关事务交给我就好,你们二位辛苦了。 ……趁着闲暇可以先去城里逛逛,等我忙完就来跟你们会合。 ……好吧,要来哦! ……嗯,一言为定。 ……可琴好忙啊。 ……忙完来跟你们会合,我们真的能等到她忙完的时候吗? ……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凝光小姐会担心她了。 ……再这么下去,她真要错过海灯节了。 ……对啊,稍好要跟她见面的呢,刚巧,我们也搜集了一些有关休息的看法。 ……钟离说过,她会在三晚不过港等我们,快去那里找她吧。 ……咦,那是…… ……先生所言甚是,您的建议我都谨记于心,相信会对下次演出大有帮助。 ……雲先生客气,能听取建议,难怪雲先生的戏越长越好。 ……非也非也,我虽然年轻,倒也有些傲慢,可不是什么话都听得进耳。 ……先生学识过人,才能说服我。 ……钟离,我们回来了! ……哦…… ……嗯?原来你们也认识? ……认识认识! ……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认识像钟离先生这样渊博低调的人的。 ……旅行者,你人缘还真好。 ……雲先生谬赞,我一介贤人,能有幸结识旅行者,实在是面上有光。 ……还真敢说啊,她…… ……事有事要谈对吧? ……我就不打扰了,刚好稍后约了新宴,请让我先走一步。 ……二位慢聊。 ……雲先生慢走。 ……哦哦,回头见来! ……二位,此行可有收获。 ……这种种意见,在你看来又是如何? …………对对,来这里的路上我就在编了,我们的目标是用浅显易懂的故事说服客情,没错吧? ……我认为,用吃做主题就行。 ……好吃的东西谁会不喜欢,说到吃也各有心得, 从这个角度,百发百中呀! ……哼哼,这次我可是很有信心的哦! ……假设有个黎月厨师,厨艺了得,做饭好吃。 ……她在黎月港里开了一家大大大大酒楼,每天都有许多客人上门吃饭,所以她每天都忙个不停。 ……然后然后……呃……呃……呃……后面应该怎么编来着………… ……好像可以,不过为什么呢?明明刚才还说她很会做饭的呀! ……不必急于陈述结果,再多说些厨师的事,如何? ……厨师的事?好坏都行吗? ……没错,知其人才可论其心。我想先认识一下你口中的角色。 ……我倒是没想这么多了,还是你来吧! ……既然听了别人许多观点,不妨也将其融入故事。有理有据,更能服人。 ……哦!我想想,流云接风真君是怎么说的来着? ……纵果得果,等得便是这份收获的喜悦。 ……学得倒是有几分神韵。 ……是吧,我想起来了,她说过,要是废寝旺时的制作机关,以至于没空亲自验收成果。 ……那就相当于厨师不吃自己做的菜,肯定会出问题! ……本末倒置,不可取。 ……对对,她也是这么说的。那故事的大厨就该是这样,做得一手好菜,就不会亲自享用。 ……不想用自己做出的佳肴,一定有其原因。 ……嗯,因为她很忙嘛,每天要亲自接待客人,亲自点单,亲自进厨房做菜。 ……这些事就够她瘦的了,每天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时间休息,虽然就没什么时间吃饭了。 ……讲故事嘛,就是要夸张,要爆炸,砰,像烟花一样。 ……大厨不愿将深爱的事也交给伙计,又过于信任自身手艺,凡事都要亲理亲为。 ……一听就是劳碌命啊。 ……对对,她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好像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呃……是什么来着? ……想起来了,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燕妃说的。 ……大厨越来越忙,忙得腰都弯了,眼圈都黑了,客人们也劝过她,关店几日好好休息,可大厨完全听不进去。 ……迷雾照目,也难怪只顾眼前所事,望不清远处高山。 ……到后来,大厨的精神越来越差,菜的味道也大不如从前,客人又说不过它,又吃不到好吃的,渐渐就不来店里了。 ……休息儿子向来重要,虽说人生在世各有难处,但……勉强终究不是良策,故事简单,道理却很充分。 ……听者若有心,便能参透各种真谛。 ……什么意思?是我编的故事很好吗? ……真诚可使人明智,忠言能指点迷惊,确实是好,玉恒星才智傲人,定能领悟你们想要传达的话语。 ……真的,太好了! ……暗箭告解,他也该感到疲惫了,此时禁言,应是恰当之举。依我看,二位必会马到成功。 ……嘿嘿嘿,忠言就是会说话,你能这么说,我们就放心啦。走,快去找柯晴吧。 此事暂告一段落,但我们不能懈怠。 清策庄周围加强巡逻,其他烟花布置点人手也要合理调配,以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是,柯晴大人。 ……对了,上次总务司说过要千颜君增加职守路线,这件事执行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下去了,只是,种种原因,城内还有几处死角,未被纳入路线。 ……新的寻手图做好了吗?给我一份,我有空就过去看看。 ……明白,寻手图还在绘制,还请您等一等。 ……嗯,还有…… ……客卿大人,您的好友来了。 ……客卿,你怎么还在忙呀?不去看烟花了吗? ……咦?不是约在群域阁吗?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们照你说的在城里逛了一圈,景色很不错,要是你也在就更好了。 ……所以,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完吗? ……急倒是不急,小事而已。我本想尽快处理。 ……无论什么事,交给我们就好。客卿大人,您忙了这么久,也该休息了。如果我没猜错,旅行者就是来请您休息的吧? ……是非常重要的事,必须现在马上拉着你到旁边去说的那种…… ……是……是这样吗? ……那景城,这里就有劳你了。 ……明白。 ……旅行者,派蒙,我们去群域阁上说吧。那边景色更好,人也少些,适合谈话。 ……怎么不听人说…… ……嗯,到这里应该可以了。具体是谈些什么呢? ……嗯,想请你就着美丽的风景听个故事,可以吗? ……好,我洗耳恭听。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听人说,提瓦特出了件大事,有个超厉害的厨师,遇到麻烦了。 ……嗯?是黎月明厨吗?琉璃婷的人,还是新月轩的人? ……不是不是,是……是蒙德大厨,非常厉害的那种。 ……原本她的餐馆开在城门口,厨艺非常厉害,做菜又快又好,客人们总去她那里用餐,渐渐的,人越来越多了。 ……旁边花店的店员看她这么忙碌,就劝她,先生,是时候找些帮厨的人了。 ……可大厨不乐意,她说,这些上好食材,只有进她的手才能成为佳肴,别人帮不了她。 ……自信的人才能做出好菜,她应该是个不错的厨师吧。 ……她周围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没想到,才过了半年,这家店就无人问津了。 ……嗯? ……很惊讶对吧?那你要不要猜猜原因? ……嗯……是大厨忙到生病了,还是…… ……嘟嘟……回答错误,你来说。 ……回答正确,大厨就是因为顽固才变成那样的哦。 ……她呀,实在是太忙了,每天都想着把菜做得更好,让客人冰质如归,却忘了自己也是个要吃饭要睡觉的人。 ……她忙得没空吃饭,自然也不会去尝自己做出来的美味佳肴。 ……困了,困了也不愿找人帮忙,总是觉得只有她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到后来,人们觉得自己帮不上她,陆续从她身旁离开了。 …………而她自己也因为忘了菜肴最初的味道,变得不再厉害了………… ……最后,连电都倒了! …………啊…… ……原来如此,过分自信,反而使人失望。操之过急,却失了立场。 ……所以,故事说完了? ………………哎,对……对啊,应该……应该没了吧。 ……咦,不是说我编了个好故事吗? ……编…… ……啊,不……不是,我们只是…… ……嗯,怎么说呢? ……这个故事确实简单,也没有令人惊喜的后续。 ……凡事之而后动,尽力即可。 ……我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偶尔也会失去分寸。 ……是啊,走上高山,便会看到山间云烟。 ……登上船只,便会望见海上迷雾。 ……所以,才要不时看看自己身在何处,要拨开迷雾,看清真心。 ……那此时此刻,柯琴的真心是什么呀? ……我的真心……………… ……我的真心,应该是让时间变慢一些。 趁此机会到城中走走,见见该见的人,看看该看的烟花。 ……回想起来,从前的我办事比现在更急早。 ……和我共事的人熬不过三个月便会辞职。 ……你说得没错,分寸感确实非常重要。 ……不过我也是有在进步的,应该看得出来吧。 ……而且,我答应过你和派蒙。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欣赏今年的烟花会,所以………… ……海灯节快乐,旅行者,派蒙。 ……能与你们相聚于此,我非常高兴。 ……本次烟花会由我负责,我已竭尽全力做到我眼中的最好。 ……无论如何,都希望你们能享受这次盛会。 ……能像这样停下来看看烟花,看看离岳岗,实在是令人幸福。 与这次参与那,若hake尚近 recht, nations花会。 ……你还追加豹白11月的日子? ……那是沥坤 anywa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凝光大人为您准备的东西已经送到了 旅行者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千万别走啊 看来是有重要的事呢 旅行者 派门 凝光的私人采访帮着做了套新礼服 说是抑郁风格 如何 好看吗 好看啊 是时候了 旅行者 请欣赏今年海灯节的压咒节目 天花会 漂亮吧 你这是穿的什么 很新潮吗 能令见多识广的北斗船长赞叹 这身衣裳也算有面子了 来来来来 喂 看到了吗 远处有抖烟花的形状像小猪 如此甚好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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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火节嘛 是顿好的 哈哈哈哈 白大夫 辛苦您今年也来出诊了 您客气了 海灯节 对焦灯!! 对焦灯节 海灯节快乐 海灯节快乐 熙 如果 吃雲